除了马斯克访问中国以外 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CEO 都纷纷前后的来拜访中国的高层 包含了5月30号到6月2号 其实我们看到摩根大通的CEO戴蒙 就已经在上海举办了三场会议 而事实上他也会晤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陈吉宁 他希望美国跟中国可以真正的接触 那可想而知的是因为这个过去 美国跟中国本身都有一些经济跟财政的问题 希望能够有接触来一起解决一些 可能会引发的危机 再来是5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星巴克的CEO 也没有放过这个全球的最大市场 CEO这个纳拉辛汉也访问中国 持续的在这个拓电 还有内容上来进行一些讨论 而路透也说6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LVMH的集团 阿尔诺可能也要访问中国了 疫情之后大家都把经济 关注在中国的市场上 甚至也包含了这次来台湾 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的 NVIDIA创办人黄仁勋 其实大家都在问是不是下一站要到中国的一些特定企业 比如说腾讯或是比亚迪呢 目前上海的确有释出一些讯息 6月6号可能就会见真章 但事实上在AI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市场固然重要 但事实上黄仁勋过去也说 跟他最为亲近而他最感谢的人 还是台积电的张忠谋 说到了台积电的优势 的确他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AI晶片 而事实上有好多的财经专家也在跟着分析 其实不管国际的情绪怎么发展 台积电的良率还是位居世界第一 晚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